一辆白色轿车从地下室缓缓开出 但他直接右转逆向 开到路边临停红线 远景发现上前关心 这件男子下车后 悠着浓浓酒气 就是这么刚好 想开出来交给代价 却被巡逻远景遇到 上2月23号凌晨2点多 台北中山有远景巡逻经过 中山北路一段的巷弄里 发现一辆轿车违规逆向 还停在红线上 上前蓝茶发现他酒驾 原来这名周姓男驾驶 当时与朋友在附近的KTV聚餐 喝了酒结束后联络代价 只是在等待的期间 为了方便代价不用下楼 他亲自将车子从地下室停车场 开到马路上 你真的要请代价的话 你应该是要请代价 跟着你去停车场 把车开上来 这是最安全的方式 不过男子开上来时 没注意到这里是担心到 不止酒驾还逆向围停红线 依法代凡所侦办 全案讯后一公共危险罪 移送台湾台北 地方检察署侦办 虽然只是短短路程 但依然违法 既然请了代价 就该交给代价 TVBS新闻栏听台北消防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